美军一架如二高空侦查机 散传演习郡飞区 这个消息昨晚已曝光 就在网上引发激烈争论 有外媒形容说是瞬间炸锅 一些网友上来 就是前些年的热播剧 亮卷中李云龙的画风 我现在火很大 没有发生物机事件 可惜了 就应该直接把它打下来 但也有人呼吁 别激动 越是这个时候 又要保持理性克制 真打下来就中剧了 美军居抵禁侦查 越来越频繁 仅是今年上半年 在南海就多达2000多次 出动U-2 船沃演习军飞区 还是罕见的 U-2本身带着强烈的冷战色彩 它就像是从冷战的坟墓里 爬出来的幽魂 飘到中国上空 要知道早在半个世纪以前 解放军就已经击落了5架U-2 现在美军是要送来第6架了吗 根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 美国一架U-2高空侦查机 昨天闯用解放军北部战区 实弹演习近飞区 只公布了时间和大概地点 每侦查机到达的时候 具体位置和其他细节没有披露 有外媒猜测说 U-2出现的位置 可能是黄海演习区域上空 进入8月下旬 解放军相继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等四海 同时举行了军事演习 其中22日到26日在青岛及连云港以东的海域 组织了大型时代特地演练 美军出动的U-2侦查机后 国防部立即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有外媒注意到 虽然北京一直批判美军抵近侦查活动 但这次对U-2做之如此严厉的公开表态 并不寻常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美军机场的是禁飞区 按照国际法 一个国家有全训根据军事演习后 武器实验等军事行动 需要划定临时的禁航或禁飞区 而解放军举行8月末的一系列军演之前 已经明确的对外公告了禁飞区域和时间 也就是说 美方对国际惯例的名字固办除了蓄域挑衅 美军这次行动与以往的性质不同 原因是在于 它出动的是U-2 刚才说的这是一款带有浓烈冷战色彩的机型 有网友说 U-2一出动就有内卫了 什么卫 就是冷战卫 U-2当年的诞生 就是由于美国对苏冷战的需要 1940年代 铁幕落下 美方对苏联国内情报需求更加的强烈 一开始美军还能利用苏联空中的防御漏洞 出动一般侦察机到苏联上空拍照 但是到了1950年 苏联强化防控政策 美军的做法行不通了 1954年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授权专门小组解决了这个问题 路阔西德马丁公司 不时机的递交了他的最新作品 这就是后来的U-2 一款被称为灰寡妇的高空侦探机 飞行高度在2万米以上 亚音速一次加油 可以不间断的飞行10个小时 这款新型的空中侦察利器 它是在1955年首发 1956年正式服役 在随后的4年 它对苏联和华裔国家实施了50多次的侦察 苏联领导人一度不相信U-2的存在 很多苏联专家认为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能飞到2万米以上的飞机 直到1959年 苏联空军装备更先进 这新型导弹才结束 U-2在苏联领空的为所欲为 1960年5月苏联导弹打下了第一架美军U-2 这是冷战的一个节点性事件 美苏关系跌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天生带着冷战基因的U-2 在随后的冷战岁月中继续大显身手 都是亲入苏联 古巴 越南和朝鲜等国领空 对中国解放军来说 U-2算是老对手了 1955年首飞至今 这款侦察机共生产了86架 其中15架是在其他国家领空被击落的 而且在中国就被击落了5架 被解放军击落的U-2 当时都属于海峡对面的台军黑猫中队 一个当时国民党空军 专为侦察大陆组建的中队 1962年开始 台军从美国买来的U-2侦察机 开始对大陆实施侦察 结果就在1962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和1967年 每年都被解放军打下一架来 1962年底 有外国记者向中国时任外长陈毅提问 中国解放军用什么方式把U-2打下来的 用竹根捅下来的 陈毅笑答 这个机制又充满豪气的回答 避免了细节的披露 防止当时台军采取针对性措施 在昨天美军U-2传我进去之后 不少网易想起那段往事 评论区里出现不少用竹杆 把它摘下来的留言 1960年代 装备落后的解放军怎么打得U-2 谜底早已解开 当时军内的一些导弹专家 精确地计算出U-2从探测地面 雷达信号到做出规避动作 中间大概有20秒的反应时间 年轻的解放军 地空导弹部队 就是利用这转瞬即逝的20秒钟 完成从雷达打开 发射导弹的10多部动作 在U-2躲避之前将它击落 1955年首飞至今 U-2高空侦察机已经有65年的历史 美军早就计划全球英无人机取而代之 但U-2足够顽强 仍在努力展示它自己的比较优势 比如更长的一次加油飞行时间 还有它是由飞行员驾驶操作 不像全球英无人机那样连接卫星 在网络和太空战时代 U-2的原始反倒成了优点 直到现在U-2也还没有被美军除异 早在1960年代 解放军就能击落U-2 现在更不在话下 这款侦察机在1967年有过一次改装升级 但毕竟老了 现在中国解放军 列装的红旗9系列和红旗16系列等防空导弹 都能有效的应对U-2 全面说过美军U-2擅长我禁飞区 本身就是一种蓄意的挑衅 而且严重违反了中美海空行为的安全准备 及相关国际管理 有专家说如果被中方雷达跟踪锁定 进而被物击只能算它倒霉 也就是说无论在技术层面 还是在法理层面 我解放军都可以 击落这架冷战活化石 这就回到了 网上争论的问题该击落它吗 在我国防部官方微博下 一条点赞很多的评论 莫过于乘一石之快 大家都觉得打下来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 后续会怎么样呢 类似立场的评论还有不少 跟要求打美国U-2的声音 针锋相对 美国这次故意想引起我们先点火 然后做好借题发挥 这时候巴布的碰瓷 然后鼓吹中国威胁论 宣布战略对抗中国 顺势成为暂时总统 鼓吹决决正中美国的下滑 越是挑衅 我们越得撑得住气 均决不上当 一位中美问题学者也分析说 不是打的时候 中美关系高度紧张 越是这样的时候 冷静沉着是我们该有的态度 一方面美军出动 U-2仍是双方较劲 没有字的变化 没有到失破脸的地步 就在U-2传我禁飞区的前一天 24日美国国防长埃斯伯刚刚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讨论是来自中国解放军的威胁 中五角大楼已经为中国准备好了 但就是这个埃斯伯一个月前还曾表示希望年底前能访问中国 不管真假和军事外交的金属层面来讲 其中暗藏着一个逻辑是真实的 美国在面对军事层面也有危机管控的需求 两国关系悬楼市下跌 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除非万不得已 中方不做加剧矛盾的一方 既然我们判断美方也有管控分歧的需求 那么就可以需要表现出一些耐力 做出一些努力 利益方面还要分清 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目前中美关系处在新冷战边缘 我们当然不想和美国打新冷战 但在美国的挑衅面前 我们不会忍去通声 当然也不能冲动行事 一切都为了赢得最后的胜利 是否击落入二 何种情况下击落它 这完全由我们来决定 有一点可以确定 当入二非法以中国领空的时候 它就随时会面临着被击落的命运 美军应该有这一个心理准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